Hello, 大家好, 今集路易斯和大家試一試這部 Baitire 3V Powerful Pickle 現在充電了, 去了旅行, 就可以帶這些旅行充電 充滿了, 我現在就準備出發了, 正在執行李 中國車駕駛在海邊, 等下放一放這部不到100克的穿越機 好, 看看行李方面, 這個袋子是DJI Mavic 2 的袋子 一次過可以安裝遙控器, 接著可以安裝DJI Gargol 2 放在中間, 再安裝FPV, 連電都可以塞進去 充電都可以安裝好, 放在這裡 充電器和電線都可以放在網上 收拾到網上 很簡單, 就可以走 好, 這樣一袋東西可以帶穿越機整套 就出來這些那麼漂亮的景點, 飛一圈 這部正式版的Powerful Pickle 是用了一塊12A的V3飛控 所以多一個UART可以駁接 GPS 加上這這麼小的GPS, 接收很快 我插上Beta Flight, 看看我這部機的GPS設定 當然是怎樣的 在Youtube很少見到中文版的Beta Flight 今次就用中文版 開啟4號POC, 讓GPS用 選擇9600 接著配置這一版, 開啟GPS 然後選擇這些 不要問我為什麼, 其實我都是跟別人設定的 接著跳到下一版, 失控保護開關 下面設定返航高度 最大起飛的衛星數目 以及一定要停留下 允許不夠升降機的時間都可以適合 接著還要設定 用搖晃器哪一顆鍵 來啟動GPS Rescue 最後就是OSD 設定所有有GPS需要看的數據 經驗所得 跟足以上的設定 我每次都可以救到機 雖然GPS這麼小 但也有一定的重量 所以我現在安裝了GPS之後 這部機是會重了一點 少許會提高 若然我再用一顆500mAh 有機會讓我們啟動 剛好過了1克 就是101克 有什麼方法 再偷輕呢? 我想到 再怎麼買的話 先來將這個厚色的透明膠 單拆動 看看現在能否 手勁 那一刻 剛剛好100克 那即是可以飛了 我現在就飛出去這個 這麼漂亮的景點 繞個圈 已經收到16顆衛星 可以起飛了 安裝了G-Pass之後 有了速度距離之類的看法 還有反航點也有個箭嘴 一指都很清楚 可以指回Home Point的位置 好,再傳個鳥居 這些水真的很清潔 超級油門 飛了一分半鐘 我們看看現在單芯電壓 就剩下3.61V 看到這部POWERFUL PICO 裝了GPS 其實是行得通的 看到一些飛行數據 增加了飛行的樂趣 又不是用多了很多電 好,這轉飛著這麼多 回來換電,再試其他東西 好,那我現在就第二顆電視 這個GPS 反航 嘩,剛才站不上的 為什麼是剛才那個位置 好,行了 那我看我的設定 我是DCD Light ISO上是白白的,廣角 關閉了防震,那我一會兒可以做這個Dry Offload 好,起飛 好,已經100米遠了,那我現在激活自動返航 它現在上升去最大高度 好,接著調回頭,指著Home Point 一直自動飛回去 很穩陣的 現在簡直是一部迷你版的Avatar 好,那我現在手動接管 先 好了,現在手動接管 看到轉了Air Mode 出去夫妻岩 兜個圈 好,已經 影片到尾聲 如果對今集的穿越機或配件有興趣 我將所有購買連結都放在說明欄 記得按進去看看 如果經過連結訂購 還可以支持本頻道繼續經營 好 今次 Baitime 3B Powerful Pico 的GPS測試到這裡為止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按LIKE 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